这盘棋讲解是抢连城爵 2009年的支援会 红方是深鹏 黑方是许云川 双方走的这样一盘棋 中炮 对不起封嘛 先进气足 红方是过河居了 黑方这边要对 红方不对 他选择的是金中铭 这儿的话招法比较猛 那这个棋啊 黑方一般多是不是 他选择的招法是推过新马 这也是一种变化 但是现在出现的比较少 原因啊 很可能就用这盘棋 红方进炮 黑方的一往招法就是进足 吃 然后打狙 红方的一往招法就是对局 对完之后啊 将来黑方可以换架中炮 还可以把狙宽松打出 红方临场的话 走了一个炮打 中足 如果吃的话 这个棋交换下去啊 红方就多了这两个兵 所以黑方他不满意 原厂他选择飞向 这招棋的意思就是 将来有机会把狙拿出来 下一步棋啊 打着狙 你走开我再踩你 想欺负 红方 不料红方 下出一招狙三斤啊 惊天起狙 这招棋可谓是 穴道老祖出山啊 天下难安啊 那么黑方啊 则是铁骨莫饿 没念生呀 红方要抢黑方的连城剑谱呀 那黑方也只能打了 这个炮震着 窝心马太难受了 这怎么出来是个问题 所以呢 黑方推窝心马 这一度下 走的也比较少啊 接下来我们看啊 实战 红方 冲中兵 继续呢 巩固自己的中炮 黑方近七足啊 就试图从 红方三路线撕开一个缺口 一旦一打向就厉害了 红方则是马三进五 对方冲 正常的话 你要是人的飞向 他可能还有拆炮下底线的气啊 所以临场他飞左向 你如果直接打向的话 那就向掉你 再打将的话 将来这个棋 红方可以补视 黑方的招法就是甩到边线去 因为你不能狙到底线啊 担心这个狙一掌 我一掉就危险了 那这儿的话 他甩开是要 非要抽子 那么这个棋啊 红方其实可以正常上马 主要意思是把狙挡住 这边杀你 黑方当然是底线穿江不让 然后这棋 他需要做一个退居回来 就是不让红方出居 因为这个棋 一旦红方一出居啊 你对完之后 人家马四进来这边杀你啊 所以给你吃个居你也不行 黑方他的意思是抢攻 这个棋红方还顾不上出居 如果出居的话 他可以点江 将来这个棋再退江 这足一冲之后啊 往这一平反而杀红方 红方入回马将军丢个马 如果甩鞠的话 那将来啊 这个足一平可能就要齐鞠砍掉他了 那这样你没有鞠了 人家一个鞠守一个泪啊 将来你就被你杀不透 这个棋还有树棋风险 所以的话这些要小心啊 那么这儿的话 红方出居啊 不着急 他现在可以走上马 这是一部妙手 你一冲他上马 你这儿进不来 强行进的话就吃掉你 哪怕你将军抽个马啊 他都不要了 吃完之后 他有一个将来上马的棋 非常厉害啊 这边的话 你得凭炮过来防守 因为他炮八斤二厉害 这招棋就是强行将军啊 也没有办法的啊 坐这之后 无论你怎么下 都不行 他一将之后 就是这边啊 你去瞅拥啊 你最完成的招法 就把他挡住不让出 但对方一踩炮就不行了 你炮长起来 他马上一退回 下不上马绝杀 即便你将军想吃的炮 他也不吃你 不给你马跳出来机会 当你吃的时候 基本就是阿棋啊 所以洪方有这么一个狠招存在 所以黑方这种棋啊 他是不敢下 那临场的话也是比较复杂 那么看到温西马受制啊 总是担心这个马上去杀他 所以呢 徐人川决定啊 就平足 这儿的话就让你先上 洪方先上其实也可以啊 他这边就是为了快速出居 骑一个子 到这儿的话就看你敢不敢往下冲 徐人川面临选择 他实战是把马吃了 如果冲下来的话 洪方可以居酒精益 黑方正常就出居吃兵 洪方呢可以不要这款上马 对方不吃也不行 吃完之后将来有一个上马 可以抓炮的骑 黑方正常就逼马腿 洪方可以再踩 这个骑黑方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打掉兵 一个是看住 如果看住的话 将来这边有一个出居非常厉害 他这个居一出之后啊 地先是个杀 你得退回去 他这个炮啊 就退一步 将来这边啊 你要是炮再打兵啊 就吃掉你 勺子就等着输 但是你不吃的话 他有什么棋呢 比方说你冲下来 直接就踩掉你啊 那现在你算打将也没用呀 他补一个啊 你这边想杀他来不及 他先杀你啊 这个就尴尬了 所以这个骑你炮还不能够 轻易打出要防守 那这二人如果鞠吃呢 他现在有一个踩他的相 这招骑雄狠啊 把鞠给抽了 这鞠一丢呀 就等着输了 所以这些相当尴尬啊 虽然说你可以向着他 但是这个炮一打过来啊 你这里只能砍炮了 不然这边杀你啊 你挡的话吃完之后啊 刚才没有破事 是担心初老帅杀得更快 所以最终你一砍炮就等着输了 可见G8金4啊 这个骑没有用 那这儿如果说直接打会怎么样呢 那现在这个骑他就可以吃掉你 你还不能吃他啊 你一吃的话 这个骑底线杀 那你正常可能需要这样鞠过来 准备呢先骑后续啊 虹方看样子也保不住 但是这个骑的话 虹方可以走马五退骑啊 给你试一个 试完之后底线一将 你要退骑回去 这不马上的啊 卧槽挂脚 你看着卧槽 看不着挂脚 那你要是强行骑鞠去看啊 吃掉 你要走这个骑 必须把炮吃掉 虹方随时可以上马彩炮 但对方可以能平炮 所以他会走一个平骑过来 就先捉你啊 那么这儿的话黑方啊 正常可能需要掌鞠就跟他换 此时的话 这个骑啊 红方可以选择上马 这招骑就是要采炮杀对方 他只能平 一平的话 这个炮我会一撤 啊 这边是交给马 挂脚杀 对方的话 这个骑如果退去去看 人家破炮抓死人家数 如果用炮去看啊 他就这里吃 所以他最好的骑是 鞠往中间一放啊 然后这边一吃 赶快把马跳出来 这儿的话可以解围 但是这个骑鞠马炮对上鞠马 它也是一个迎骑啊 所以对方还是要等着输 可见这个骑啊 就顽强 但是依然是抵挡不住 红方的攻势啊 所以黑方进足这度骑啊 那他不愿意选择 那么他决定 吃了再说 红方上去以后 黑方选择过河鞠 必要的时候呢 骑鞠砍马 把这个马跳出来 红方则是上马不让啊 这边还抓着炮 黑方只骑他就进炮 红方也就连起来 黑方这儿出鞠在吃 那红方就躲 接下来这个骑 黑方走的一步进足啊 比较换手 正招应该是吃炮 那不得方赶过去 即便他不过去 那这个骑啊 点到下线 不让你出鞠 这也是黑的比较有利 那么如果打过去的话 他这边啊 对鞠就没有牵制了 然后的话 黑方他会走一个进炮 主要是防止你下底炮 踩相机而起 这样的话你就没起 如果你不这样走的话 正常啊 如果说你冲个兵不给他吃 他现在平鞠就可以跟住马 然后呢正常啊 如果出鞠 他就会鞠点下二线 你要是正常捕士的话啊 一招点进来打向 走向的话 一甩炮 下一步棋啊 底线将会是一个绝杀 这个棋啊 跑不了的 哪怕你走向都不行 强行举砍中尸啊 底线 偷杀 所以呢 黑方也会有反击手段 那么这儿的话更积极一点 实战的进足了 这样的话 红方就出鞠 吃他 黑方吃炮 红方就平一步 接下来黑方把鞠掌起来以后 红方的鞠也是派上用场 他的意思是平鞠守累 准备找机会捕士啊 踩完相 一出老帅就杀起 所以这个铁门栓厉害 对方赶快先守累 红方捕士以后 还是为将来出帅的准备 黑方鞠暂时不能动啊 这儿要控住将门 那接下来他平鞠 很明显是要打中兵吃炮 那这样的话是骗红方 红方通过吊杀 晃他一下 最终又回来了 黑方这边呢 又是一根 那这个棋的话 其实他是骗招 但是红方经过两个循环之后啊 黑方就不能这么走了 因为再这么走的话 长桌子也没啥意思 所以黑方决定变招 他走的是分炮 这个棋啊 也是求问 结果呢酿成大祸 到这儿正常应该是选择进炮的 因为他没有凭这个炮 原因是担心他捉他 你在凭进去炮抓死 所以总担心这个炮要丢 所以他就能甩着炮了 其实先点这个炮更厉害 因为你要赶过来吃的话 他也打过来下底下抽你啊 这个狠 你要冲兵的话 不让他甩开从这边的进攻 你再跟的话 他一进炮再过来打去啊 底下还是有机会 所以呢炮气劲二是关键 实际上他是走了炮气瓶酒 看着这个炮气柱码很稳健啊 结果洪方一抓就露出破绽了 这个炮就是陆地神龙啊 也拿平 他的速度最快啊 跑得挺溜呀 那么这样的话 人家一抓炮啊 这个炮就是万镇山呀 被对方堵在这里啊 不敢动啊 因为你一动的话 这一上马就有问题啊 我朝日江啊 你一腿去吃你去 你一吃出口去杀气 所以这边这个炮打 冰啊是甲气不敢动 到这情况下啊 那么第三个土地出场啊啊 这是铁锁行间啊 齐长发 到这儿他是啊 背刺了这个明眼神一剑啊 那这儿啊 本来这个像啊 看着挺好的 他为了去揪这个炮啊 防对方上嘛 看似啊好像很稳 其实这个像一单呀 就要出问题了 那这儿啊 人家瞬间就掉去过来杀他了 那么明眼神一看呀 这三个徒弟靠不住呀 所以就把这个像啊 连成爵 就要给了丁点去保管 没想到丁点也是个七星种子呀 为了零双华呀 结果上当了 最终是被零退四呀 压进大牢啊 严刑逼供 最后害死了 确实挺惨的 那么这儿他只能闪 你一闪人家 马上门宫 你不得不救呀 你一救啊 最终还是啊 把像踩了 所以最终这个连成爵 还是没守住呀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确实是尴尬 许人传到这儿啊 不得不认输 身旁就是穴道老祖呀 最终是啊 夺走的连成剑谱呀 这儿 谢谢